如何挑选不同部位的羊肉? 随着冬季的到来,又到了一年一度吃羊肉进补的时节。 羊肉比猪肉牛肉的肉质更细嫩,脂肪和胆固醇含量更少。 肉质与牛肉相似,但肉味较浓。 吃羊肉既能抵御风寒,又可滋补身体,最适宜于冬季食用,被称为冬令补品,深受人们喜爱。 说到吃羊肉,大家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烤羊肉串,羊肉火锅,羊肉汤。 其实,羊肉的吃法有很多,不同部位的羊肉,外观不同,口感不同,适合的吃法也各不相同。 下面,就带大家了解一下,不同部位的羊肉和吃法。 视频有点长,一定要耐心看完哦。 羊头肉就是羊头部的肉。 羊头上的肉较少,骨头多,口感柔中带韧,十分劲道。 既耐贫又耐嚼,适宜于鲁获炖,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白水羊头。 羊颈肉及羊颈部的肉,也叫羊脖肉。 羊的脖子活动频率较高,肉质细腻紧实,家有细筋,肥瘦兼有,中间有骨髓,吃起来鲜嫩美味。 适宜于白切,红焖,清炖,做肉馅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清蒸羊脖,山药炖羊颈肉。 羊上脑是位于羊颈后部脊骨两侧, 是羊身上最细嫩的肉,脂肪胶杂均匀,有明显大理石花纹。 口感肥而不腻,软嫩Q弹。 适宜于涮,煎,烤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质子烤肉,上脑火锅。 月牙骨指的是前腿夹心肉与扇面骨相连处的一块月牙形软组织。 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瘦肉,骨头为白色的脆骨。 其口感非常脆口,适宜于整烧,炖汤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自然羊软骨,干边月牙骨。 羊尖肉就是羊尖部位的肉,它是由相互交叉的两块肉组成的, 有明显的大理石纹,肉质细腻,有筋膜,口感鲜嫩多汁,嫩滑有嚼劲。 适宜于涮,煎,烤,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爆炒羊尖肉,香烤羊尖排。 前腿肉是指羊前腿部位的肉,羊前腿的运动量较大,肉质细嫩紧实, 肥瘦相间,以瘦肉为主,筋膜比后腿少,口感细嫩润滑,鲜美多汁。 适宜于小炒,烧烤或涮火锅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烤羊腿,自然羊肉。 羊腱分为前腱和后腱,是分别位于前后大腿的肌肉。 有筋膜包裹,肉中夹筋,肉质较瘦,口感很有嚼劲。 适宜于酱,烧,炖,卤,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烤羊腱。 羊蹄极羊的四足,又名羊角。 羊蹄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,脂肪含量低,不含胆固醇。 肉质比较Q弹,香而不腻。 适宜于红烧,清炖,干锅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酱羊蹄,酒鬼羊蹄。 羊眼肉位于羊前腰上方,依肉中有块形似眼睛的脂肪,所以叫肉眼或眼肉。 肉质红白相欠,肥瘦相间,呈大理石花斑纹状。 适宜于烤,烧,煎,炒,蒜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香煎眼肉,黑椒眼肉炒年糕。 蝴蝶排是指羊脂被处的排骨,也称剃骨排。 蝴蝶排在肩膀以下,是在后背分居两侧成对称分布的两块肩胛骨,外延一圈脂肪围绕,内层为瘦肉,形似蝴蝶而得名。 肉质香嫩,肥瘦相间。 适宜于煎,烤,炖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炭烤蝴蝶排,香煎蝴蝶排。 羊蝎子是代理脊肉和脊髓的完整羊脊椎骨,因其形跟蝎子相似,故而俗称羊蝎子。 其低脂肪,低胆固醇,高蛋白,富含钙质,肉质香嫩可口。 适宜于炖,火锅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羊蝎子火锅。 羊外籍又叫西冷,位于脊骨外面,成长条形,形如扁淡,俗称扁淡肉。 外面有一层皮带筋,纤维成斜形,鸡肉细腻,鲜嫩多汁,由于出肉率太少尤为珍贵。 适宜于蒜,烤,煎,炒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板烧羊西冷,炭烤羊西冷。 羊蝎鸡,又叫羊柳,羊菲力,是仅靠脊骨后侧的小长条肉。 鸡肉纤维丰富细长,肉质细腻,鲜嫩多汁。 是全羊身上最鲜嫩的两条瘦肉,羊里脊肉蛋白质含量高,脂肪含量低。 适宜于溜、炒、煎、炸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香辣羊柳,香煎羊菲力。 羊肋排位于羊脊下,两侧各有一扇,为羊排中的上品。 肩生肌肉,飙肥肉食,质地松软,外面还附有一层薄膜,适宜于炖、煎、烤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香煎羊肋排。 羊腩是羊腹部下侧贴着羊排骨的肉。 肥瘦相间,带有筋膜,较猪肉和牛肉的脂肪,胆固醇含量都要少。 口感羊香味浓郁,肥而不腻,软糯Q弹而不柴。 适宜于清炖、红闷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红闷羊腩包。 法式肋排,包括肋骨、生胸肌等,去除腹肋肉并进行修整而成。 羊排一头裸露骨头。 这样的羊排被称为法式肋排。 这个部位的肉肥瘦相间,肉质多汁又鲜嫩,适宜于煎、烤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香煎法式肋排。 羊腰臀肉,脊尾龙排,位于里脊肉和腿肉之间。 肌肉纤维丰富,上部有一层夹筋,肉质软嫩,脂肪含量低。 适宜于煎、烤、炸、做肉馅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冬瓜羊肉丸子汤、羊肉饺子。 黄瓜条是羊后大腿内侧部分的肉,与磨当肉相连,形入两条相连的黄瓜。 因而称之为黄瓜条。 黄瓜条肉色淡红,肉质细嫩,肥瘦适中,口感嫩滑。 适宜于煎、烤、烧、炒、涮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黄瓜条羊肉火锅,小炒黄瓜条肉。 羊米龙及真爬,指的是羊的后腿介于西元和臀肉之间的肉,肌肉较多,脂肪筋膜较少,肉质细嫩,肌肉纤维丰富。 适宜于煎、烤、炒、涮等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米龙火锅,烤羊肉串。 羊烩扒是臀肩下面位于两腿当香磨处的肉,又叫磨当肉,这部分肉的纤维纵横不一。 肉质松软,肥肉相连,略有薄筋。 口感不干不柴,略带嚼劲。 适宜于烧、烤、煎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香烤烩扒。 后腿肉是指羊后腿部位的肉。 羊后腿主要起支撑的作用,肌肉比较发达。 运动量没有前腿大,有丰富的神经组织。 筋膜较多,筋肉相连,口感更有嚼头。 肉中夹杂筋膜,不易煮烂。 适宜于炖煮、卤制、酱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炖羊汤、酱香羊后腿。 羊铃吉羊西圆,又称为元宝肉,合上头。 位于羊的后腿前端与腰窝肉相近处。 纤维细紧,肉外有三层夹筋,肉质瘦而嫩,成半球状。 适宜煎、烤、炸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葱爆羊铃肉,炭烤羊铃肉串。 羊尾吉羊的尾部,因其富含胶质,通常用来煲汤或者放在砂锅中食用。 羊尾部分带的油比较多,适宜于炖、煮、炸、烤。 最适合制作的美味有蜜汁羊尾。 赶快点赞收藏哦!